打個人賽的竅門來講的話我覺得還是以歸先流的 然後先介紹一下賽制啊這個 前面會有一場個人表演賽 個人表演賽就是 兩隊的拳手 各自為陣 然後打一個個人表演賽 那這個表演賽是沒有獎金不算分的 對 所以就是一個表演賽 然後打完之後才是進到正賽的團體賽 對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難得還要多少分不用很高啦 對 工學院大概兩三百 商學院 大概是五百左右 然後設計學院都要五百以上 你的防守到底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現在在這種車輛的情況來講的話 一個尾流 或者是加一個二段的話 然後今年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就是 呃 蘇合這邊請了一個外援 逗留小胖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邊的比賽選手 那麼首先啊是來到了是蘇合戰隊的林涛 王富林年齡26 車林13 林涛有這麼年輕嗎 不是 重點是他那個車林怎麼可能還比我還老 那麼林涛這邊的話 應該是你和你有過合作 2016年啊是 當時代表萬語獨尊 冬季輩的時候是拿到了最後的 總冠軍 對對對 來第二位 來到了蘇合小韓 王美男年齡22歲 車林的話是10年 這位選手的話第一次登上 可以電視職業聯賽的舞台啊 就是 只有16歲 非常非常年輕 那麼這幾年的話也是蘇合車隊的 中流底柱 赤兔 小韓之前跟張柏有仇 嘿嘿 很久以前啊 可能5、6年前 那麼第三位選手 來到了蘇合車隊的文浩軍 蘇合小胖 小胖他這個 車林 卻來到了10年 這個車林都好像有點短 因為 據我所知的話 他是 絕對是不真實 不真實 因為的話他是 未滿10歲 就已經拿到了 就已經拿到了這個 韓服職業聯賽 個人賽的冠軍 對對對 那麼這次的話 應該14應該有 13、14應該有 可以問一下賽制嗎 前面是個人賽 個人賽是表演賽 所以個人賽 你不用太瞭解賽制 應該就是搶分了 搶120 搶100或搶120 除了你還有誰呢 哎呀還有 這個不堪 我是不回首了啊 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來介紹一下 Racing Sports 戰隊的選手 那麼第一位選手 來到了 RS小明 張陽明 年齡26 那麼 車林的話 是9年 那麼這位選手的話 在 整個團隊 裡面啊 這個 怎麼說呢 算是一個潤滑器 他 中前段的能力 非常非常強 尤其是這個防守 剛才你有提到說 龜仙流 他的防守能力 非常非常的好啊 對對 他的防守 網友給他 註稱的一個台詞 一個龜名 坦克名 坦克 也就是說 無堅不摧 對無堅不摧 別人打我 我動不了 我打別人的話 一炮過 那麼下一位 來到了我們的 RS的最上 墓堆 RS小木 太空木 雲中木 新名的話 是王思達 年齡23歲 車林是7年 王思聰他兒子 王思達只有7年嗎 我也覺得這個要爆假 那麼這位選手啊 他絕對有17年的車林 那麼這位選手 應該是RS整個團隊的一個核心人物 對對對 一個對核心人物 是吧 那麼 怎麼評價 小木 這是我非常想要那個 哈 托尼 凱深 也就是說是車隊的一個基石 對對對 像我這種技術的人 我都想要非常想拉一個人的話 你說他的技術有多厲害 來 我把他聲音 拉大一點嗎 XX 呃 陳佳 年齡24歲 車林的話是10年 跑跑龍捲風 最兇的一個跑風 他的身高 一直是個迷 那麼 在IS整個團隊裡面 他應該是火力最猛的那個 對吧 我哪知道小米有沒有練B道 其實他他身高1米 1米74吧 1米73 1米74 怪了 1米5只是一個梗 對 這個是導師的聲音 我們現在漸漸的話 由於車輛的一個問題的話 他現在擔任的應該是一個掩護 然後以及突擊的一個位置 對 那麼整體的這個能力的話 現在也非常的平均 尤其是這位選手他的預判非常的好啊 還有一點 我們關注一下 2S的一個車輛的 呃 整體的一個年齡好像都比較平均 大約都是在22歲這樣吧 沒有這麼年輕吧 你太老了 哈哈哈 我想說的是啊 22歲的話正如 壯職年齡嘛 是不是黃金時代 我覺得我22歲的時候也是很牛很牛的 呃 你是在認真嗎 啊哈哈哈 好尷尬 好吧好吧好吧 那麼場上的是八位選手 應該是代表了國服的 頂尖選 得頂尖水平了啊 我覺得啊 這場個人賽的話 肯定會相當的精彩啊 兩隊這邊在 呃昨天的半決賽的部分的比賽裡面就 給大家奉獻了一場非常質量之高的 當然了當時是組隊賽啊 啊 組隊賽這個環節的話是 奉獻了一場質量非常之高的一場半決賽啊 最後的總比分的話是一個10比7 打得非常的 的膠著啊 那麼各自團隊裡面的話 由於跑車風格的不一樣啊 所以呢 因為團隊你在這直播 這個構建的話 肯定會有 更加突出進攻的 更加擅長這個防守的啊 所以在個人賽這個部分的話 你覺得會是 哎 我們開始了 他這就是 別人賽啦 然後一樣是全部人 看不到互相的ID 對 給觀眾朋友們 那個詳細的看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比賽 哇這個比例 一個TB的帳號 然後是所有選手都看不見名字啦 這個比例好怪 哇這個小胖這個賽 對 非常的激烈 對 在所有選手的視角裡面啊 所顯示的都是 豪寶卡丁車 其他ID 那麼 其他的裝備啊 都是藍色的 對人賽的話 我還是看好小胖拿冠軍啊 黑色粉機 我覺得小胖的實力 贏他們太多了 不同不同檔次了 第二季戰鬥啊 從小地圖來看的話 稍微是有那麼一點點遠啊 對我來講的話這種地圖 覺得小胖如果領跑的話 呃後面的人 是很難追得到的 因為呢 在第三名之外的一個車速的話會相當的快 在過最後一個彎道的時候 都會寫得非常的吃力 但是你要知道 還好 我覺得還好 零湯啊 零來風啊 雙風是屬於個二三的位置 他們會不會打起來呢 我覺得像 嘟嘟這樣的性格的話 會不會變成 來了來了來了 上坡連續完 哇靈濤這個帶帶到他他 小胖應該有疑問 無相傷害啊 那麼 巨蟻這邊 是順利的補到了一個二 三年出了巨蟻的意識非常的棒啊 補車過的能力也很強啊 這就是傳說中的龜心流套路 對 那麼查查這邊啊 故相傷害之後是掉到了三 零湯是四 中間啊 小胖那個穩的吧 對 好像我們兩者沒有什麼 那個虧損一樣 那麼 第一張地圖啊 最後衝刺情況 小胖一 小胖依舊是第一 那麼開局 一波混亂啊 搶時機的能力很強 TK了喔 有些是上坡 拿到第一之後的話 是全程領跑 我不會比TK了嗎 在第二圈末段的時候 由於插插合 想太多了 這兩位選手的一波互插插 等於算是給 小胖拉開了空間 對 沒錯 第一個就是 小胖個人賽還是太強了 他的檔次跟其他人的不一樣 我是覺得小胖應該會屌打啊 就算不屌打應該 拿第一應該也還OK 小胖是韓國小胖對 同一個人 然後 因為今天 有兩個賽評嗎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會專門在講比賽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會 負責補充一些 比較細項 他們 比較少看到 或者是沒有注意到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我再講解給你們 廢話時間就交給他們就好了 我就補充一些 比較 細的東西給你們聽 最後的話 俊鴻拿了個二 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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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前面的話 雙鋒這邊的話 這直播 這直播 互相 搶戲吧 算是一個 怎麼說呢 是 想要往內 我要上十家鏡頭 哈哈哈哈 是的 你們兩個一起上了十家鏡頭了 然後一起死了 對 小胖怎麼變大陸車隊 他就是去打TGG而已啊 前後之間拉的一排 特訓練賽啊 這個人賽只是表演在 沒有作用的 剛才這一局的起跑 我們雞哥一馬當先 一級當先 好吧 然後順利的被這個大韓給超越了 感覺這一局的一個發生 好像前半段這個名字 是發生了一波大洗牌啊 這網目還不穩嗎 小木小名 123 從來這邊是來到四的一個位置 我們這張地圖作為單圈地圖 後追死的話難度還是非常巨大的 0.678 在街上來到道路裡面會 採用 兩段式跳移 然後進行突破 果然 這邊好像把自己的彈器節奏先調整好啊 這裡有沒有人飛起來呢 沒有 鎖定在一格就好好不好 小韓這個 應該是 有點危險 哇 果然 壓到了 小米這邊是直接砸到了大韓 他他也死了 小米應該一穩 看誰2誰3吧 小胖講到3 還可以 小胖的一個突進能力也確實挺驚訝的 之前看他的名次還在排名在第6第7名的時候 然後一個彎之後 然後一個彎之後 小韓這個運氣太差了 他 不敢貼 因為有阻止 他不敢貼就被後面壓到了 後面那個也不是尾流壓到的 就只是普通的二段壓下去而已 小韓 必須得那個 歸得起 一定要有套路 小韓有點怕了 但是在歸的過程中啊 你面對機會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這個空聲 可以啊現在已經可以談兩件事了 你出去太久了 你出去太久了 也不行啊 我明天也學習小胖自己打 我才不要 這OB也不是專業的 不能怪啊 不能怪啊 你們等一下可以去觀察一下小胖 他對於個人賽的細節能力處理 他個人賽比團體賽還強 他個人賽打起來有自己的一套了 然後剛剛有一個 踩掉的那個瞬間 應該是小明 然後把那個大韓給踩掉 對 正好是這個 拖標拉的時間比較長 而且還爆了個尾流 一個跳台 主要是爆那個尾流 因為那個地方的話 我被人踩過 無數次 那邊不是尾流爆的 那邊那邊就是單純的二段 前面的路線太保守 後面的路線是比較 比較好的 就是這裡 壓下去就會 壓下去就會死了 尤其還加上一個跳台 所以感覺尾流會特別特別猛 這就是壓下去的那一瞬間之後 不管你碰到哪一個地方的話 在第一在前面的那個人 他是有擁有80%的機率 會是那個轉圈圈或者翻車 而且前面銜接的還是一個捷徑跳台 對吧 一個戰盪 重點 重點是啥 後面是一個坦克 意思就是小明這邊的突破確實是比較的猛 對了 太尷尬了 你看張博一直一直在接哏 然後 那個 月哥他就不想得罪人 因為你說坦克名是因為大家都說他網路好嗎 然後算是一個比較酸的話 然後博哥就 張博一直想他這個開玩笑 可以直接加CSS啦 我現在就直接加CSS了 你直接看那個 容恩 我們那個 Lite的群組 容恩有貼CSS 你直接貼上去就好了 如果說 連續的好幾張地圖分別用不一樣的選手拿到D 會不會比賽 會很有趣 那這個我們就得祈禱一下 林來風還有那個龍捲風 兩風 雙風對決 然後各種 互相相愛相殺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在中前段會有很強的這個製造事故的一個能力 對 對對對 然後把那個 瘋子小莫被發酵 張博愛開玩笑了 那麼其實的話在這一場這個個人賽部分的比賽由於選手的風格特點都有 這個比較明顯的差異吧 所以在個人在這部分的話 我個人感覺啊就是輸出比較猛的選手在場上啊 是吧 那麼比賽會變得非常的有意思 尤其是他們去 突破 去製造混亂的過程中 又哥是不是只有這件衣服啊 穿個襯衫 尬個西裝外套 比較體面吧 張博這樣穿的還比較體面一點 突破 或者說防守的一個時機吧 其實我覺得他們現在在打一個煙霧彈 怎麼說 雙方 是不是都在研究著那個 保持自己的實力 因為 這是一個 搶個人賽嘛 對不對 對 應該這麼說啦 我跟你們講 個人賽這個設置 我覺得不好 我覺得個人賽 個人賽他本來就不應該出現 因為他限制了所有人的車種 然後組隊賽 就是團體賽的時候 他又規定每個人的車種都要不一樣 所以一些原本 練習用什麼刀鋒 遊俠 那一種車的人 他們 開完 雷霸 然後又馬上 開圍他們 比賽的那個車 就不好 對手感就會 很奇怪 所以我們這場比賽就要看兩邊 選用雷霸的人 他們 這場狀況怎麼樣 因為 用雷霸 除了雷霸這台車是最強的之外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團體賽還是要靠 這兩個開雷霸的人 去拚 哪一個人的狀況好 那一個團隊就更有機會勝利 嗯 大概是這樣 今天沒跑啊 因為現在的一個車型 他是一個時代車加的利子差 然後時代車其實我說時代話 適應的好的人不多 國府適應的人好的不多 那小韓呢 雞哥啊小木啊這些適應的都不好 林超XX 還有 俊鴻 這幾個國府選手適應的都還蠻好的 所以要看 目前的話是四分的幾分 在第2張地圖的比賽裡面 是被砸了頭啊 想幾分 好像搶70吧 不是時代車他 他的屬性太快了 所以你要必須改變你自己的入彎點 所以就不好那個 哇這張圖 追起來 蠻難的追的 尤其是後半戰的時候 一個一個選手不停的 哦一個起跑之後我們發現有人 在圈了 是誰呢 好像 小明 小明 剛剛才跑完他的一個坦克的一個性能 之前就被那個 卸掉了 表弟 雲中 目前是 哎呦 發生了一波 哇這個起伏點啊 想要兩條去把這個氣給弄滿了 難度還是比較大的 可是可是你沒有發現 嗯 然後那個 小胖他的一個名字 他並沒有發生一個多大的一個變化 呃 他這張地圖的話也是比較熟練啊 哦前面的話又是出現了一波連帶 我到這邊啊 又吐錢了啊 而且拉開了一個不小的距離 哦 思無 哇 又是小明啊小明這場比賽裡面啊 運氣實在太差了 是連續被掏了兩次下盤了 我們看一下零來風 不不不不那個龍卷風是如何那個追擊大寒 這一個路線這邊選擇一個籤內 然後外界 外界內 那麼這邊的下坡 呃得提前把自己的氮氣以及路線啊調整到最好 因為 前面的一個點的話算是這張地圖的一個難點吧 都在歸 我覺得二三名的兩個名字都在歸 都不選擇打 哇這邊要有一個死 哇小胖 自己失誤了 小胖自己失誤了 因為小胖這邊是太收縮在內線了啊 有計劃性的一個失誤 哇小韓這邊也自己失誤了 撞到了 哇小韓這裡多補了一顆 補了一顆那就拿第二 哇小韓 想不到 這阿堅狀況怎麼會這麼差 他 阿這一場第一拿定 自己失誤了 失誤了之後又 又攤那一個氣 多補了一顆 他如果 不多補一顆 因為第二圈可以少一顆的 他不多補的話應該就 很輕鬆可以 可以追到前面的小胖 那他多補了一顆整個 整體路線都亂掉了 他自己又失誤了啊 他因為點了一個小胖 QB出去 也就是說這張力圖其實他 還是就是空間 讓你給我包一下 空間小 二是 由於是刀劍主體力圖啊 是建在山裡面的 所以呢 起伏度 比較多 對比較吃節奏 比較直接奏 對 所以呢 呃這個發生之後呢 儘管說 小木拿到了一個 這個 我沒有奶啊 但是在 前面的一個小的一個 展道的一個 我今天就只講重點啦 我就不 不跟他們垃圾 垃圾神有 他們兩個的賽品在 我就講一些大家 比較會沒注意到的點 那麼看一下 下一張地圖 來到了像素世界 聖誕的空間 這個地圖 在這邊有沒有發現 那個小胖的 那個起跑 會非常的一個 訓解 非常的一個 快速 首先他上一句 本身這個 名字就比較好 而且是在中間段的一個位置 前面的話 目前場上的積分 現在小胖又在前面 26分那個積分 那麼 俊鴻這邊 應該是24分那個積分 因為俊鴻已經是 連續三把第2了 林桃 林桃這次已經很可憐了 前面段 小胖這邊 我就不撐了 我就不撐了 那我們老師 小胖的路線一直都是蠻 蠻穩定的啦 他不是跑那種特別快的 但是他阻鴻的能力還蠻強的 這種能力在個人賽 可以得到很好的發揮 然後 現在前 前三名 現在有一波 交戰 這邊應該會有一波亂動 哇 小胖這邊 小胖這邊就是 他不會遞招 他如果會遞招的話 他 他就可以居住 第3第4 然後氣也不會掉 他是不會 不會用那個快速拉車頭 真的要練了 是不是 但是 二三名的一波牽制 是讓第1稍微 拉開了一點距離啊 這樣小胖應該又低了 然後這邊 俊鴻 俊鴻走內側 看小胖 哇俊鴻自己失誤了 雞雞死必打 那麼林桃是補刀了2 他這邊是補刀3 好笑 這邊由於第一圈 大家的速度都比較的快 好啦 這個 超差有機會拿第2 有點機會 對對對 應該沒了 因為他這邊沒有多一顆 這邊暴圍了 林桃沒氣 林桃沒氣 他沒甩好 林桃掉到4了 林桃掉到4了 他自己失誤了 他沒有停 沒氣他也沒停 小胖本來就 就蠻厲害的 或者是郭富選手 在線下發揮表現的不是太好 或者說在前半段的一個穩定性 以及在起跑過程中 對於 第一名的一個渴望度 就像野獸一樣 一個把控性 就是安排後面的一個車手的一個安排程度上我覺得很完美 因爲什麼呢 因爲第一圈這個位置 就是說大家這個領跑 李子柴這邊 前面領跑基本上沒有出現太多的一個互相干擾 所以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第一圈 可能單圈那個成績相對而言會比較快一些 這個這個就類似於一個一個場景啊就是我給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如同我在打比賽的時候我跑在第一 呃 陳永強 就是小花跑在第二的時候 為什麼對比小花 呃 這種場景比較多一點 呵呵 你到底怎麼了 這種情況發生的話我是覺得我這個第一已經已經是我拿的了 呵呵 正兒八經啊 啊 因為我不會失誤 然後他是 陳小花 這時候男人都可在重生 他可以給我給我給我把他鎖的私事的 啊 你這麼調戲國父第一女子真的好嗎 呃 調戲一下吧 那麼上一張地圖的話 第二圈啊 俊鴻這邊的一個鑽內 如果說讓他鑽過去的話 也許能夠影響到文澳俊的路線 對對對 可惜的 特別是母的 被這個移動的這個積木給夾了一下 正好因為那個路線 走那個路線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不平凡的路線 不平凡的心理的話才能過得去 就是說先搶占到內線 對對 先搶占到內線 但是那個地方特別容易失誤 如果把控過好的話 就非常容易失誤 那個東那個 那條路線啊 特別建議新手使用 為什麼呢 大膽 大膽 那我好奇這邊的話 前應該是前四張地圖裡面啊 你打完了之後啊 是有三張地圖啊 他都是拿到了第一名的名次 確實在個人賽這個部分的比賽裡面來講的話 他表現得很強勢 很強勢 兩張第一兩張第二 他這個他這個分數名次 正如我剛剛給他一個採訪 他有一張地圖是拿到第三 所以是三張地圖的第一 一張地圖的第三 哦 所以剛才我給他一個採訪的 就是賽天的一個採訪 就問他 我說今天你的分數前 連昨天半局賽你的分數 呃 場區分拿到那個7點4分 我說你今天有沒有希望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狀態 然後接近達到9分的一個場區分 9分你在 他非常自信的回答 NOPEP 他可能是沒有明白這個9分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狀態達到了幾分 他可能會錯意了 我覺得啊 這9分 天方夜才浪 我個人感覺啊 在職業聯賽 對啊每一場間格太強了 9分是什麼概念 1 2 不是1就是2 不是1就是2 對 那麼我們看一下現在目前的積分 呃 王浩君這邊的話是36分的高分 暫居第一名的名次 那麼俊宏這邊啊上一局是有點可惜 最後的話是掉到了一個第6名 你看我說的準準 俊宏XX靈濤對於 時代車適應的比較好 然後小胖子本來就很強 然後這就是前四 16分 16分 那麼再後面的話是小明小木 是同機 15分的積分 果然是一隊組合啊 死神組合 是吧 那麼雞哥小孩 也是一樣 這兩隊組合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 你們有發現 然後這個分數 我們之前都看不見 XX在前面徘徊 還有整場的這三四場的比賽裡面也沒有看見 XX在前三出現過 可是他的分數 依舊是保持在 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這場地魯是個短賽道啊 他這場地魯前面就很像注定一切 到那個 壓雙甩那個U彎 就決定了大概 7層了吧 喔小明這邊不帶了 不知道被誰帶到 然後小胖這個時候在外側 想到一個第三的位置 小胖這場應該又要拿 又要拿第一了 這邊 小胖那邊多甩了一顆 小胖現在一直在做阻擋 後面有幾個 林湯在前面可能會 跑得比較保守 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是沒事 小胖這邊是否做個超越 應該是 應該是下一個彎 應該是這一個彎 這關試圖做超越 要一個單甩 過了 哇太急了小胖 拉回來了 歐B亂騎 可以啦小胖這一波 跑得還不錯 不過他可以調整得更好一點 他那個最後一個彎 他如果 他如果能締造一下 他就直接 直接走直線了 他如果下去 剛好沒有空間 讓他 讓他碰到牆壁 他那個氣質也沒了 然後只能拿第2個第3 那漂亮吧 而且非常的驚險 在後期的一個下坡的一個處理之後 我們就能看得出來 小胖那個超射意圖很明顯 他 他 蠻知道從哪裡可以 做超越的 一旦發生一個鍵盤充足的話 那麼你就上牆了 一般來講 這個比賽鍵盤怎麼可能出現鍵盤充足的 恩 我就出現過 他蠻知道 他蠻知道自己的 機會是在哪邊的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他最後在和 個人賽就這樣 腦袋 會大於你的操作 但是你有操作的話 更好 或是鬆鬆走 對 但是他這邊要一個外牽內 打開了角度 好 我們的林來風 一樣的不甘失落 繼續 小胖這邊要到一個蠻好的位置 剛好被超進去 現在大家都跑得都比較保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都是 應該是 不開雷霸的 然後 過每一個彎的時候都要壓爽甩 然後去調整 過彎的時候才去調整這個路線 但小胖跟 小胖跟叉叉兩個都是 已經習慣開雷霸了 所以他們可以不用 不用過彎的時候去做調整 他們可以 可以直接做一個最佳的路線 然後 小韓現在跟雞哥靠近前面的小胖 不過應該 應該可以過 應該可以過 我覺得 小胖自己失誤了 沒有沒有失誤 他多甩了一顆 這邊被黏了一下 小胖黏了小韓一下 然後小胖這邊多了一顆 這一個彎應該會死了 暫時沒事 小木現在在第一 小胖 哇小胖被帶了 然後叉叉上到第一 小胖急了 我自己小胖就不會那麼急 看 小胖那邊擠了 剛才在那個彎的時候 他被頂了一下之後 他留了一個內線 就那個 右摸彎接 左邊一個半直角彎的時候 一個直角彎的時候 那個地方他留了一點空隙給小木轉過去 轉過去之後他就掉第二了 然後掉第二他那尾流 尾流抱起來會被前面擋住 然後又被帶然後就掉到第五了 就是最大的一個收益方了 XX應該是 小胖這邊 也對 操作有點問題 但然後是可以接受 那些是切到了前半段 偷部摸擊的一下子就飛到這個第一名 就是一個彎 就是這裡了 排水局過彎 對 其實如果說前半段不出現太過於嚴重的 這種事故的話 後半的人都想去撿的話 難度還是比較大 我麥克風太大聲了 這張地圖來講的話 因為剛才有人說麥克風太小聲了 我再調一下 一個地方就是 剛剛鏡頭魚切過去的時候 我現在調650吧 我調回600 發現了一波車禍 第二個地方呢 就是在一個小魚 約炮區的那個地方 那個草坪上面 來一波強行味草 當然了 最後衝刺度的話 由於也是一個銜接 比較緊湊的連續彎吧 對 所以連續彎的話 現在在這個時代裡面 確實雙甩 你切這個最佳化切過去的話 連續兩下去甩去切內線的話 確實很容易製造這種殺傷 對吧 它一瞬間那種提速的那種爆發力量 我相信應該是只有那個時代車 才給我們這樣造成那個衝擊的一個視覺效果 對 所以呢 要在那個路段守住自己的名次 難度還是比較大 相當難 大部隊往前再去拼 而且處於第三名的小木這邊還有個假動作 所以小孩這邊是只能往內線去收 所以說小胖死得其爽 對 只能這麼講的小胖死得其爽了 是後面的人導致的 後面的選手的路線緊湊 導致的是前半段是出現了問題 所以大部老師這邊在比賽裡面 他的一個比賽或者說就是 比賽的一個套路 或者說他的一個比賽的一個風格 其實還是蠻多變的吧 其實怎麼講呢 要冷靜地分析一下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老師現在由於一個年紀的一個上升 不好意思 年紀的一個上升的話 導致他的心態變得特別的沉穩 顯得特別的龜 你的意思就是說 大部老師的防守特別的棒 對 防守特別的棒 進攻的話可能有點遲緩 因為在團隊裡面 他現在不是屬於一個主輸的一個位置 確實就是位置導致的一個結果吧 我覺得 還是車輛的問題 你讓他習慣了一輛比較慢的車的話 他的打法 即使給他開粒子插的話 他也是屬於一種比較貴的打法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對 這邊的話 上一張地圖啊 是最終是 應該是 插插成功上位了 對 是 逃亡補柴 插插在後 小木補柴插在後 是的 哼哼哼哼哼我看一下分数我据我所知啊前几个成功的上了一位第一的话拿到一个积分的话他的积分已经在慢慢的逼近了我们来一下有声音了吗 我说这其实真的不用太认诚看因为这就是车辆的问题如果他他小胖两个掉出前三那那就真的有问题 在后面小明是二十四分神山的整体状况看起来还是还不错但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他不是正赛他还还是不是正赛对啊所以没什么用 而且小胖现在已经领先了你现在将近二十分了 十几分了领先第二名十几分了 今天林涛前几把他有他有蛮多场前面都排位都维持的不错但后面都会因为一些因素可能是被追赶或者是自己本身掉的失误 然后送掉自己的名字 那反而今天小胖他的发出位置又不是太好但他都可以有办法找到空隙然后去抢到比较前面的位置 对然后叉叉跟俊红剑的状况看起来也都还不错 好小胖这边被吸了一下不过他这个旧车级还可以马上弄到两颗弹性 然后林涛现在领了一圈进入第二圈之后 大部队这边稍微也被拖出了一下 马上进入到通道好 前面是林涛和吉哥 吉哥现在几 比较急了 哇吉哥这一波很亏哦 吉哥下几个弯有可能会被抄 吉哥这边的气是少一颗的 所以他这边必须要再多一颗 他多甩一颗就代表他的位置就要掉下去 这边走一个内牵内 内牵内这边被叉叉直接带出去 应该是林涛和吉哥两个人互相伤害了一波 还是还是林涛啊还是谁忘记了 然后小胖又钻到了第二 不过这个地方 前面的小木可能会 被过 啊没有被过 小木挡住了 哇小胖那个钻的能力的确是可以啊 吉哥急了 当吉哥那一颗 那一颗弹地他故意 直走然后直走就可以小吉一颗 他当那一个地方 两个碰撞他没有过的时候 就知道他完了 也不算完了就是 他一样可以维持在第二 但他总要拨 一个 时间出来让他 能够补满那颗单击 因为后面的气是一定要满的 所以当他在选择在 沙坑区前面那个下螺旋 螺旋花那个地方多补一颗的时候 那个地方平常大家还是直接拖的 所以那个路线就会 全部在压内线 他就直接掉到地址 掉地址之后 他其实是可以跟着前面的车走 他没有必要去钻 但他选择钻了内线 然后走沙坑区内内 然后被带掉 然后他名次就掉了很后面 对 他的一个状态也起来了 对对对 好几张地图的一个成绩之后 我小木回来了 小木这边的话 上一段图是拿到1之后 目前的值分是应该来到35分 那个值分 好又是 我们看到了一个 木胖之争 然后后面又存在了一个 走外线原本就比较快了 因为有一个小下坡 这边的一个路线 选择了一个 放行 对 小胖这边的气力稍微少一点的 所以他这边选择 先让前面你过 因为 小胖这边应该是会先挡 果然他那边气是晚一点开的 然后后面顶他 这样的话后面的气会少 好他的气反而就更强一点 很聪明的打法 这边小木自己失误了 小木这边的甩尾没压好 第二条甩尾直接空甩 小胖这边被打掉了 网络问题 被U弯的时候被残影打掉了 马上选择去攻击 小胖这边刚才在捷径 点这个路段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么前半段这边 他家是来到了第一了 前半段这边应该还会再出 出一个车祸 可能是 下一个弯 有可能是这一个弯 这关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弯有可能出事 两个人 哎 拼得最凶的人 来了来了来了 小胖 两个又死了 这边太急了 小胖这边的气阻 小胖应该第一吻了 小胖第一吻了 然后鸡哥 应该有绝对抢第二 最后的出自情况 小胖那边其实在领跑的过程中 由于是小胖这边先手 没有 鸡哥这边也多鸡一颗 他小鸡一颗 他如果直走的话 应该有机会跟叉叉并行 一个比较关键的对抗是卡掉了 不过小胖这样很理解到第四 可以啊 重点是那里 那一步非常的重要 然后之后形成了两个气 哎 手握两个气 天下我有 那么这一局结束之后 魔导军是属于一个第 四名的一个名次 所以呢 他也就 听牌了 他目前第七分将会是来到 应该是听牌了吧 第四名 来到了一个六三分吧 我觉得 呃 差不多已经六十分了嘛 对 那么大姆老师这边是连续两张力图的第一啊 表现也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中前段这边啊 他所给人的感觉就是游人有余 下一把小胖应该拿前二然后就比赛就结束了 美 不过个人赛真的不重要了 不重要 这会不会和大姆老师他比赛一个练习 不是同一档的 就像 英雄的某一些 角色吧 刚才不是都会排 Tier1 Tier2 Tier3吗 他就在 提一 他每天他会 他说每天 他是每场赛事结束之后 他都会提取那个录像 来进行一个分析 这应该就是 我觉得 他能成为 啊 张博又在酸喔 多年的一个比赛的一个习惯 张博又在酸喔 张博很敢酸喔 我越来越 越喜欢伯格了 张博在酸小木是借口低这个事情 因为 小木每次比完赛 输了就会拿那个回放回来看 然后大家叫回放木 然后大概 大概也讲说什么 小木因为他有多年这个看回放看录像的习惯 所以才让他成为现在这样的 很会酸 可以 我喜欢 你在后面 有这个 简的一个机会 是吧 但如果说是把 陈小花放在第2 小木还有机会超过去吗 讲道理啊 把小花放在第2的话 我觉得后面全得死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还是就是 在比赛风格上啊 你自己在比赛里面去看对手路线的时候 你就会 摸得清楚啊 这位先生到底是 他是冷面小匠 可是看不见名字的呀 你可以从他对手的路线上来讲 啊如果但是啊这么点的话有一个他们两个人还缺少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的地照甩 地照甩 啊如果说再扭一扭的话啊 扭一扭的话我去这谁呀地照来比赛了吗不会吧 哈哈哈哈 那么如果说在前面啊 是吧 想要伪装成自己是猛攻流 其实是 甩一下甩一下 甩一下甩一下 直接路上甩一下 前面那个肯定是想要去攻的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 之前这一帮老职业 被一个星科冠军给压子打 这种恐惧被安排出来了 我 我现在主要是看到地照甩的后 我觉得 嗯 你走吧 你拿第一包我不想跟你震了我 拿个第二就挺好的 真的 其实这样蛮好的 那我感觉你的这个心态越来越小花了 六三四十九四十五四十一 那么目前那个 哇林涛 啊不是林涛 苏和这个 那个板子也不是很好 苏和这个样子 还是要看小胖带不带的洞 那么小明和小韩 是28 林涛 鸡哥换那个鸡有了吗 跑起小韩 我要零涛 那么 现在要第一名和第二名那个分仓还是比较大的啊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就要那个积分模式里面的话 差了第一名的一个 领先了14分的话还是比较远的啊 一直都保持这个距离 那这个 他就卖风 比较不会报应 这边的话只需要拿到一张地图的 前二啊 就能结束掉这场 对 哇前面叉叉跟 小韩就两个都 实在一起 不还好啊 这个地图是伪留图 他们又二段加速 你看我 小胖一下子都被打到来 不难 那么其实最后 要追不难 还是要看 摸奖 对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视角 他的一个预判的角度 或者说 他对于前方事故的一个判断 每个人的想法 或者说 我对于这张地图我整个人资的一个需求 对 如果 如果扎堆的话 小胖在那边被吸掉 谁的力道 你都除了 对 其实这个图讲到你的话 你多扯一点氮气的话 一点效果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 索性就充了 对 这张地图打法就是那个 所有人都得那个 他这边 有个小细节 就是他 跑到加速袋的时候 是故意 晚按那个 晚按单喷 完结单喷 这样就不会 会导致自己翻车 翻车 他一直怎么没有比 我也不知道 林涛就被推掉了 啊林涛那 不好追了 小孩应该也不好追 变成了一个 受货 非受货 失误吧 对 从这边啊 是持续在前面输出了 林跑了 达伍老师这边啊 又是处于比赛那个位置啊 他会不会打出 三连的 又开始 那个 玩套路行呢 但是他身后啊 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一个这边爆了一颗气 我气量 脏还是够的 注意一下文浩军这边的举动啊 他想要平了 他要平了 注意这个弯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直接那个 墙上 我都要从 手中自己的 巨红是来到的 还有 并没有 还有一张 这一句的话其实 有 这边最应该感谢的 应该就是大幕老师了 帮我老师帮他解决的两 名选手成功的 又多了两 两分 对 小胖之后 感觉 来到二的位置 怕了 感觉怕了 说的很堆啊 感觉到可以拿二的 在这张地图里面 后半段啊 我个人感觉就是想不到路线 因为巨红在前面第一名吗 他的位置很舒服啊 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对吧 那么主要是后面的二三四啊 查这边的话是 试图性的想要往内线去骑 大幕老师这边 一压 上墙 上墙 然后前面的话 鸡哥这边 再抱一个尾楼 再顶鸡哥 上墙 对 然后这边我靠军 鸡鸡鸡鸡鸡 上去了 重点是亏损的是啥 最后一个弯道 大幕老师选择不杀了 大幕老师这边也想求稳啊 对 7分 很 8分 很重要 对 那么 比赛的话 由于啊 现在这个阶段啊 只有 文浩军一位选手啊 小胖这一场强盗的 也来到了69分 也就是说 我前面被挤掉 他他这边应该 有一点 感觉了 这张地图不管什么的话去拿到第几名 这什么王库啊 因为第二名的一个分数最高第二名的话是53分 没什么用 没有金牌 没有金牌 都没有金牌 但是 我觉得小胖呢 最后一局 哇小孩这个 他不知道他是多少分的 因为 心态是炸的吗 这跑得不好 啊 这样吗 一般来说 谁还想都会算自己的分 你在 比个人战的时候 你不算分吧 我啊 零九年 零九年可以的时候 当时你一个超级大逆转 你没有算分吗 我我真没算过分 怎么逆转的 我都不知道 下面的粉丝 看你的比赛 看他手机 是捏出了嗨 你居然没有算分 我真没有算分 刚刚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 小胖发生了一个 非常罕见的一个失误 那就是他没有弹跳起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给 最后面的一个机会啊 你们追上我 我让一看 我个人感觉的话 由于他这边是手握 我听牌 而且这局 无论是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名色都 结束了 我所为 打得比较的开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依然相信 你小胖的显格的话 他不可能 位居第二 他接下来应该会在一个 上彩虹的一个弯道里面 强行的把那个 叉叉给堵掉 我个人感觉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距离的话 现在还要不到尾流 除非是在摩天的这个区域 跟上尾流才有机会 所以小胖应该想求稳了 后面的这个机格 能超再超 不超不强球 尾流爆了 好 呃 贴近到了 叉叉身后 就看下一个 有没有 抱一个尾流跟着 插他的路线 已经抱了一个 二一段尾流 又要挑担喷 完了 那么就看这边的 右边接近跳台了 谁跟铁 落地行吗 两个人都探地 哦 哎 他里面稍微 哎呀 是被顶了一下 还是又 反弹回来了 小胖应该叫个单 他不叫单 他没去 他没去追 他落地之后 那个弹得不够远 真厉害 相当快 他那个加单喷的话 在上面 要跳到去那个地方加单喷的话 那个速度是最快的 这是个小技巧 跟小知识 可能他没有研究到这个吧 嗯 小技巧 可能没注意到 不过他 对他来讲 宝二也可以赢了 所以 无上大雅 其实 然后再来应该就换团体了 反正这个应该第一是 第一小胖嘛 第二叉叉嘛 第三小木 应该啦 我也没有看分数 你让我自己想的话 应该前三应该就这一些人 对于竞速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 你这么讲的话那确实的 因为那一天那个不知道是打了哪一场比赛的一个 好像是半决赛吧 我之前我去玩了两个小时的道具 我感觉好舒服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被他们虐的好爽 你的这个道具水平 我是 我是见识过的啊 那么个人赛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全部都结束了啊 我们等待下积分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排名情况啊 当然了在个人赛比赛里面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应该一个是王航军 是吧 不不不 我觉得依旧是双风 双风 啊在前面咬的比较的 词 总总能给人一种那种 你不死就是我死 那这两位选手在这个路线或者说在 比赛里面冲突如此之大 那在之后的组对赛部分的话 岂不是会打得更加激点 重点就在这里了 对 双风之争 双风之后叉叉的一个调整 似乎要比林涛来的快一点 呃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团队里面把这个离子叉分配给了叉叉嘛 哈哈 啊 这样 所以离子叉这台车的话 离子叉这台车的话其实从 这个你使用者的一个要求上来讲 因为是四辆不一样车的赛制嘛 对对对 离子叉作为数据比较好的一台车 他必然会给 这个调整比较好的 效率比较高的或者突击效率比较高的 对不对 嗯 林涛不服 林涛不服 林涛上诉 哈哈哈 那么 那么这边啊 个人在这部分啊 还有一个比较亮眼的应该是大目老师 中间的话是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吧 那么最后的一个积分情况 小胖这边是77分那个高分 苏和这边 那么查这边还是62分 感觉不妙 二名的一个 感觉不妙 这边是58分 是来到了第3 那么俊宏这边是54分 是来到了第4名的名字 那么身后这边啊 鸡哥37 林涛35 小明35两个人是并列第6啊对吧 那么后面的话 第8名啊是来到了小韩的32分 从这个积分表的一个布局来看的话 我很 很有可能会今天今天晚上一会的一个 四打四的一个主队赛里面会不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场上的选手的排名啊是 呃 会会会这样分布 对可能会形成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 但事实上啊 昨天比赛里面啊 昨天半决赛的这17张地图里面啊 最后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 抢到一 抢到一 对 因为17张地图里面 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 只有两张地图啊 是因为 中间段彼此 才分出了胜负的 那么另外 15张地图都是 强到一的最后是获得了胜利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卡丁丘赛是发展到现在啊 因为越来越强调这边的中间段名字 或者说中前段的那个名字 所以比赛选手这边 都不敢轻易保吧 可是还是会保吧 好啊我们这边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迎来组对赛部分的对决